接著進入一個重點啦 叫做HT圖、打點圖跟加速度 這裡有圖形、有表格 但都做的都是所謂的打點計時器的東東 然後就問你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這邊 這個就叫做打點計時器打出來的 因為時間間隔都一樣 兩秒鐘、兩秒鐘、兩秒鐘 然後位置一、位置二、位置三 就問你幾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他做什麼運動? 為他搭起有餘的橋樑 發現的結果叫做每經過兩秒鐘會走一公尺 通通都一樣對不對? 所以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什麼運動? 相同時間走過相同距離是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大姐做的是等速度運動 然後呢要問我兩秒的速度 兩秒速度是平均還是順時? 順時 聽說我們不會做對不對? 聽說我們不會做嘛 聽說我們不會做嘛 那怎麼辦? 用平均嘛 什麼時候平均跟順時會一樣? 啊等速度的時候嘛 啊就等速度嘛對不對? 所以就OK嘛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用平均來求我的順時 平均怎麼辦? 你看 挑兩個點嘛 計時開始 位置一 計時結束 位置二 花多少時間走多少位移 你隨便挑兩點 你可以挑01 可以挑02 可以挑25 隨便你 就挑隨便挑兩點 好計時開始 0秒再0 好計時2秒再1 好OK 算出來就叫做0.5 結束 簡單嗎? OK 這個 一種 再來又同樣 又是打點計時器 間隔時間1秒 1秒2秒3秒4秒 位置1位置2位置3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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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要做什麼運動? 請問要做什麼運動? OK 然後 0到1秒位16 1到2秒位15 2到3秒位16 看得出來嗎? 這表什麼意思? 移動有沒有一樣快? 沒有嗎? 那麼是移動越來越快 移動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6公尺、5公尺、10公尺 對不對? 這件事情未來會變成求平均速度 然後會為我們帶來如何求加速度的大型 以後再說 上面寫了0到1秒6公尺 以後要去拿去算平均速度 然後拿去平均速度去算我們的加速度 所以呢 不錯等速度運動 而且會越來越慢 所以A跟C都是錯的 然後呢 0到1秒平均速度是6 1到2秒平均速度是5 2到3秒平均速度是4 那麼每多一個間隔就怎樣? 少掉1對不對? 每多一個間隔少掉1 每多一個間隔少掉1 所以要做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速度的變化都一樣 都少掉1 所以他做的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我們答案選B 然後這個大語多大? 這個等加速度大語 我就是剛剛講過的 我未來會將 用這個654 用這個654 去算他的加速度大小 那我未來再加母 就這樣算出來 好像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打點計時器 做出來的表格 然後就可以問你他做什麼運動 然後就可以請你 因為有數字 就可以請你做計算 算出一些東東出來 比如說速度有多大 或者是加速度有多大 之類的事情 OK